哎呀 赵小棠 你是什么 我们擦天 你们说说吧 除了赵小棠在擦那座山 那个剑刺在那拔玉米 没有 我不是拔玉米 我在喂鸡 喂鸡 鸡 鸡在哪儿 底下有鸡 二十三位鸡 我喂得很明确的 好细节啊 我都走细节的 我以为是口欠我 一颗一颗喂的 主题不是文明礼貌 爱清洁吗 你为什么是喂鸡啊 我怕鸡吃得太乱了 对 我要一颗一颗喂给他们 你们看 像不像小棠和剑刺 是这次拍的 老秦特别像本身后面的画上的 像不像 他特别像在这儿 你融为一体了 老秦 他们俩是立体的 你特别像是二维的 只能说明我们已经跟画融为一体了 你看我的眼睛 就是和画里的一样一样的 老秦你这样子好旧啊 你真的 这个夸人的方式我第一回听到 你真的长得好旧啊 他真的像 老秦 你在干什么呢 当时 真的是 我在表扬他们啊 对啊 表彰啊 真的做到了各干各的 毫无联系 而且跟标语毫无联系 很精彩 我们看看小样这下为难了哈 因为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 风格不一样 就看小样喜欢哪个了 我其实 是更喜欢和老师那一对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拿捏住了这个团魂 他们的中心思想非常的到位 而且他们的表情非常的棒 很夸张 我就是很喜欢他们这种风格 但是另外一边 其实我是挺喜欢小唐姐的这个动作的 但是他们感觉没有互相商量 东一句 西一句的 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团结思想 没有我们工人精神的这种 你不能理解吗 他们俩在辛勤的劳动 然后他们有工夫搭理我 你知道这种 谁在劳动的时候还有 这是我们小唐骨子里的一种精神 我们艺术处理了一下不可以吗 而且我们老秦的眼睛瞪那么大 对呀 小样 你的标准变了 你刚刚不说老秦眼睛大就可以吗 你看看多大 但是他们不团结 不要去评价评委的评价 好不好 没错 对 跑六团就是输一局嘛 好不好 好 好